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娱乐圈也成为了关系户的天下,从新二代到世出同门,一些明星靠着关系进入娱乐圈,新二代自带光环,似乎比能力和努力更有说服力,难道在娱乐圈出身比努力还重要?我们来盘点一下备受热议的新二代。 第一位,郭麒麟。郭麒麟着实争气,因庆余年中的范思哲爆火之后,今年一年工作满当,不仅没翻车,还以超高情商超低调的性格堪称人见人爱,比如参加拜托了冰箱,她给厨师打下手,顺手就把用过的厨具给清洗收拾了。 德云社今年受疫情影响,风箱长达九个月,于是郭麒麟养活一个德云社热议一时,在疫情期间,郭麒麟参与录制了九档综艺节目,这样的数字听上去有些吓人,在娱乐圈中也算是少见的,而郭麒麟也可谓是娱乐圈的拼命三郎。 的确,郭麒麟,结贤,朴实,毫无新二代的娇娇儿气,合作过的导演,演员,媒体都对她的礼貌,懂事赞不绝口。 谁能想到郭德纲打压教育出来的最惨新二代,终究是凭本事逆袭。 第二位,巴图。巴图是宋丹丹和英达的儿子,宋丹丹为了捧红巴图,是一有机会就带着儿子上综艺,但王牌对王牌第五季开播, 当晚巴图就被骂上惹搜,宋丹丹捧儿子更是出了名的护短,每一次儿子顺利过一关,就竖起大拇指猛夸,并且还一直拿贾玲和儿子比较。 这种不分场合夸自己儿子的行为,着实令观众有点难以接受。 巴图被网友们吐槽,情商太低,不尊重前辈,因为巴图跟张铁林老师并排玩游戏时,直接把胳膊搭在张铁林的肩膀上。 这种好兄弟式勾肩搭背的动作,被网友吐槽在长辈面前没大没小,还大咧咧地把手搭在对方身上。 随后巴图发文致歉,这几天想了很多,确实缺少了一些作为年轻人应有的谦卑。 虽然被宋丹丹为了不少资源,但巴图不论表演还是创作能力都平庸了些。 四月出演《猎狐》时演技差强人意,被吐槽扶不起的阿斗,大众并非容不下一个新二代的张狂,而是任何人的张狂都需要与之匹配的成绩,否则你凭什么去张狂呢? 第三位,黄多多,黄义慈是孙丽和黄磊的大女儿,昵称多多,在爸爸去哪儿所有的新二代里,黄多多是最有争议的。 从当年的三好学生到染发少女,一路走来话题度报表,却也陷入了本不该属于这个年纪的争议。 前段时间,孙丽转发了一组法国知名杂志为黄多多拍摄的大片,照片中的多多时尚感十足, 青春俏皮的少女气息更添了几分成熟从容,但因为一张坐姿仰角拍,短裙,白色丝袜,小皮鞋搭配的照片,评论却翻车了, 穿短裙丝袜太低俗了,早熟真的好吗?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被网友非译, 9岁打耳洞是太早熟,13岁烫金发,涂口红,假纹身是小混混,每一次与同龄人不吻合的成熟外表都会引来无数质疑的声音。 十几岁的年龄围绕在她身边的全是黑亮,但私下的她却过分优秀, 7岁时用英语写剧本,8岁时翻译三本经典英文小说, 10岁给小王子等经典英语电影配音,12岁出演话剧《水中之书》, 13岁时参加新加坡国际饰养乐大赛,与小伙伴包揽了五个一等奖, 如此耀眼的成绩,却只因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乖女被选择性忽视。 第四位,赵家轩,作为赵本山的女儿,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二代, 从出生开始,她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。 经过多年的媒体渲染,赵家轩的网络印象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关键词, 只有整容、排场大、豪横、拼爹等等。 还有人称她是在拜光父亲带来的人气, 最近球球又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 网上流出一段情感博主可乐为表感谢竟然向球球拜师下跪的视频, 并称作为徒弟会继续努力不给师父丢人。 除此之外,可乐还坦言自己半年前就在酝酿给师父球球送一件礼物, 于是根据师父的喜好,特意定制了一辆蓝色的宝石节911送给师父。 这一举动让许多观众看到视频后都很反感, 认为这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。 更有人总结说可乐并不是向球球真心拜师, 而是向前途下跪。 当年赵本山徒弟在大唐向师父丹西下跪声势浩大, 直到今天赵本山受损的名声还没恢复过来, 如今赵本山的女儿又闹出这档事, 却是有些为父亲赵本山招黑。 如果个人没有才艺能力, 光靠父辈的影响力收徒确实欠考虑, 你觉得赵本山女儿有收徒资格吗? 第五位,杨乐。 之前杨乐接受某媒体的专访, 在谈到他的父亲杨立新时, 杨乐直言父亲是自己的动力, 他不能给父亲丢人。 杨乐虽然早在2009年就入行拍戏, 但杨乐除了一部《小丈夫》之外, 在大众的印象中比较模糊。 直到前段时间开播的三十而已, 杨乐在剧中饰演的渣男陈宇的形象, 让人恨得牙痒痒。 杨乐也因此被更多的观众认识、 记住拥有了更多的知名度。 杨乐作为新二代不仅没有坐享其成, 反而非常努力, 近年来一直努力拍戏。 他在《匆匆那年》和《以生香莫》等作品中, 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, 深受观众喜爱。 但事先不知道二人关系的网友, 表示是先知道的杨乐, 才知道的杨立新。 说明这就是成功, 许多网友还称他为最争气新二代, 看来杨乐不仅没给父亲丢人, 还给父亲增添了光彩。 从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, 谢贤的儿子谢霆锋, 张国立的儿子张默, 再到杜治国的儿子杜淳。 新二代们一方面具有资源和人脉的先天优势, 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受到大众格外挑剔的打量, 父母领进圈, 修行再个人。 新二代里的佼佼者如葛优, 陈佩思靠自己擦去了名字上面谁谁儿子的后缀, 这足以证明在天赋和努力面前其他的不值一提。